国民党台中市长民调初选在即台中市长 女参选人卢秀燕 这一天呢是公布了一支催票影片 强调在目前所公布的12份媒体民调当中 他都是保持领先 也呼吁选民要唯一支持 而至于外界所担心的 基隆市长民调初选的乌楼是否要再度重演 他也呼吁国民党务必要谨慎办理 来重建外界对国民党信心 影片中台中市长领参选人卢秀燕 以一席纯白衬衫向民众喊话 强调在目前公布的12份媒体民调当中 都保持领先 呼吁选民唯一支持 我们今天公布的这支影片当中 我们特别提出来 在过去各大媒体一共有公布了12份民调 秀燕是全面领先 不过我们不可以因此调以轻心 不要认为卢秀燕民调一路领先 因为国民党真正要举行的民调 现在到农历年前才会来进行 哪一天我们并不知道 但是只要在农历年前都有可能 由于国民党将在农历年前公布台中市长候选人 近期将举行初选民调 至于会不会重演基隆市长民调乌龙事件 卢秀燕表示 不管结果如何 民调都必须公平公正 也呼吁国民党要谨慎办理 我相信我也希望基隆是一个个案事件 那我相信在基隆个案事件发生以后 国民党在接下来登场的第一个台中市长民调 一定会更加的谨慎办理 重建社会大众对国民党的信心 国民党台中市长民调初选 由卢秀燕和江启成 各自挑选一家民调公司 以及一家经双方同意的民调公司 合计三家在1月底2月初 以全民调决定提命人选 究竟最后谁会出现迎战 结果即将揭晓 记者张伟玲台中采访报导